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引起全球关注的Telegram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 在法国布尔热机场被拘留的事件 无疑是当前最震撼的新闻之一 据报道 法国当局对这位亿万富翁的逮捕 源于对Telegram平台上缺乏监管的调查 该平台被指控成为洗钱、毒品交易及炼铜品内容的温床 杜罗夫在被捕时正乘坐他的私人飞机抵达法国 并因初步调查成为逮捕的目标 面对多项可能的罪名 包括恐怖主义和洗钱 杜罗夫的未来可谓岌岌可危 这起事件不仅揭示了Telegram在全球社交媒体版图中的重要性 也反映了各国对数字平台监管的急迫需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平常的周六夜晚布尔热机场的场景 突然变得紧张和戏剧性 法国警方突然行动逮捕了一个世界知名的亿万富翁 和科技巨头Telegram的创办人间 CEO帕维尔·杜罗夫 帕维·杜罗夫 这一消息 迅速在全球各大媒体平台上炸开了锅 从CNN到Guardian 从BBC到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无一例外地报道了这一震撼的消息 帕维尔·杜罗夫 一位俄罗斯出生的亿万富翁 以其创立的Telegram讯息应用程式 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剩余 这款以端到端加密技术 文明的应用程式成为了9亿用户的首选通讯工具 然而 这次杜罗夫的被捕 让这位科技界的巨星陷入了一场重大的国际风波 据CNN的报道 事件发生在杜罗夫从阿塞拜疆 抵达巴黎郊外布尔热机场之后 法国反欺诈办公室的官员迅速行动 将这位39岁的企业家拘留 据BFMTV详细报道 杜罗夫因Telegram应用程式缺乏监管 导致其被用于洗钱、毒品交易和分享链同品内容 而被通缉 逮捕令发出后 杜罗夫便极少前往法国和欧洲这一次的旅行 似乎是个意外 BBC进一步报道了这一捕捉行动的背景 据俄罗斯塔斯社TES国家新闻机构消息 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 已经采取立即行动来澄清情况 法国警方的行动根据 使Telegram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前苏联国家中 特别受欢迎的背景下 应用程式的自由度让犯罪活动得以猖獗 2018年 杜罗夫因拒绝交出用户数据 Telegram在俄罗斯被禁 但这一禁令在2021年被撤销 这也显示了杜罗夫一贯的坚持立场 Self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则提及 法国电视台TFE和BFMTV都表示 杜罗夫是因为一项初步的警方调查 而成为逮捕令的目标 调查的重点是 Telegram上缺乏版主 这让许多非法活动 在该平台上得以不受阻碍地进行 TFE在其网站上表示 由于Telegram缺乏适当的内容审核 警方认为 这让杜罗夫成为犯罪的共犯 这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企业家 在2014年因拒绝关闭他在 VK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反对派社区 而离开俄罗斯 随后他将VK卖掉 并将Telegram的总部设在迪拜 根据福布斯的估计 杜罗夫的财富高达155亿美元 尽管遭受多方压力 他始终坚持 Telegram应该保持中立平台 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参与者 Guardian报道中指出 杜罗夫当时正乘坐私人飞机 并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被捕 这次行动的消息未具名 但显然 这位亿万富翁的行程 早已在法国警方的监控之下 杜罗夫拥有法国和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的双重国籍 从阿塞拜疆出发 显然也未能逃脱警方的注意 YahuUS的报道提到 法国当局对杜罗夫发出了搜查令 根据法国国家司法警察局的 未成年人暴力打击办公室 Offman授权 司法部门认为 由于Telegram 缺乏适当的内容审核 以及与执法部门的合作 特定工具如一次性号码和加密等 使得杜罗夫成为毒品交易 儿童犯罪和诈骗的共犯 杜罗夫将面对法官 可能因多项罪名被起诉 包括恐怖主义 毒品 共犯 诈骗 洗钱 和接收赃物等 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总结了这次被捕事件的背景 指出 杜罗夫当时正从阿塞拜疆旅行 并在布尔热机场被捕 Telegram 尚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法国内政部和警方 也没有发表评论 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将对Telegram 这一全球性的通讯巨头 产生深远影响 杜罗夫的被捕 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 更是全球数字隐私与自由 安全与监管间的激烈角力的象征 Telegram 在未来如何应对来自各国政府的压力 如何平衡自由与安全 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这个故事正在发展中 我们将持续关注 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先生们 帕维尔·杜罗夫的被捕 是一场现代版的 唐吉赫德对抗风车的悲剧 法国当局的行动 犹如唐吉赫德 误把风车当作巨人猛攻 实际上是过度反应和不切实际 Telegram作为一个 端到端加密的消息应用 其初衷是保障用户的隐私权 难道我们要让每个平台 都变成大监狱吗 这简直是在扼杀网络自由的灵魂 楚天书 你真是满口奇谈怪论 让我问你 唐吉赫德可是没在风车里 发现毒品交易 洗钱和炼童癖的内容吧 法国当局的行动 是有根有据的 根据法国国家司法警察局的 初步调查 Telegram应缺乏内容审核 成为了犯罪活动的天堂 你真的要让这种情况 继续下去吗 谢琪琪啊 你这样说简直是在 抹黑互联网时代的伟大创新 回想一下二十世纪初的 禁酒时代 当时美国政府也试图通过法律 来剔除社会的毒瘤 结果呢 黑市猖獗 犯罪活动反而增多 Telegram的端到端加密技术 是为了保障用户的隐私 而不是为了成为犯罪者的避风港 政府应该加强自身执法能力 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逮捕创始人 哦 楚天书 你的类比倒是巧妙 但根本不切实际 禁酒令的失败 与Telegram的问题是两回事 事实上 根据福布斯的报道 杜罗夫的身家达到155亿美元 而这些财富的一部分 可能正是来自那些不法活动 政府不应该袖手旁观 让Telegram成为犯罪分子的乐园 要知道 安全与隐私之间必须有平衡 我们不能应追求隐私而放纵犯罪 谢琪琪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例子 那就是1984中的老大哥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 那我们是否要把每一个技术 创新都看作潜在的犯罪工具 并严加管控 这样的话 我们离乔治奥威尔比下的监控社会 还有多元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Telegram拥有超过9亿活跃用户 这些用户选择这个平台 正是因为它的隐私保护 难道要因为一些犯罪分子 我们就要牺牲这么多人的权利和自由吗 楚天书别再拿1984和老大哥来吓唬人了 我们是在谈现实中的犯罪问题 而不是科幻小说 根据TFE的报道 杜罗夫英Telegram上的犯罪活动 已经成为法国警方的目标 这些活动包括毒品交易 诈骗和链铜匹内容 政府有责任保护其公民的安全 这是不可妥协的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但绝不能为了所谓的隐私 而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一切是什么呀 最后一切都是红好友